女孩对着龙王神像重重磕了个头 万万没想到 龙宫的大门就为漆打开 不料同行的大春一激动 不小心将女孩推了下去 好友黄毛健壮也跟着跳了下去 没想到里面竟别有洞天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俩人慢慢朝洞穴伸出走去 很快就来到尽头 看着眼前深不见底的洞穴 小灵却突然睁大双眼 就见一条金光闪闪的神龙 竟出现在眼前 只是在电视上看过龙的俩人 当即吓得连连往后退 其料神龙并没有伤害他们 只是满脸伤感地慢慢靠近二人 可看着神龙小子却满脸疑惑 小子想起古书曾记载 每条龙都有属于自己的龙珠 而这龙珠就是他们力量的源泉 神龙像是听懂小子说的话 随即朝他伸出龙爪 小子见状也友好的做出了回应 完全沉浸与神龙互动了他 没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 你别往下看 此时悬浮在空中的小子 吓得一动不敢动 黄毛立马伸出手 想要把他拉回去 不料俩人手刚碰触 黄毛竟也被吸到半空中 看着深不见底的山洞 俩人吓得呲哇乱叫 不料更刺激的还在后面 紧接着就见神龙一个转身 俩人就被带出地洞 翱翔在空中 穿过群山飞过河流 随着一阵烟雾飘过 女孩像是奇迹般穿越 竟看见了自己的前世 那时的她是位公主 由于外敌寄予我国领土 纷纷带领重兵来战 为了震慑敌军 皇帝决定御驾轻征 奈何对方人多势众 结果被打得连连后退 起料就在这时 空中竟出现一条金色神龙 为了帮助他们打退敌军 直接将自己充满力量的龙珠 借给皇帝 而在龙珠的帮助下 果然很快就将敌军打退 虽成功取得胜利 但皇上的身体却突然倒下 没过多久便驾崩了 大臣们刚准备将龙珠归还 却被公主拦下 作为皇帝最疼爱的公主 完横的她竟将父皇的死归 就在神龙和龙珠的身上 当即下令 要把龙珠和父皇永远葬在一起 她将在此 永远保护我父王 更是为了不让任何人 找到龙珠的下坏 她亲手将所有关于龙珠的实录 全部削毁 谁都不可以说出去 不然的话 一个都活不了 两个小孩意外闯进神秘山洞 竟意外看到传说中的神龙 殊不知神龙专门再次等待他们已经三千年 就在三千年前 公主为了霸占法力无边的龙珠 直接将龙珠藏进皇帝的墓穴 为了不让任何人找到她 还命人改写关于龙珠的信息 称她在战争中不知所踪 而失去龙珠的神龙失去了神力 只能陪同先帝在这地下 导致神龙被困地下三千年 如今公主的转世就是小子 想到自己的蛮横让神龙回不了家 小子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龙珠 并将她还给神龙 随后他们找到龙王庙的和尚大春 并将在地下见到龙的事告诉她 殊不知大春真正的身份就是守护龙的传人 他们家族世世代代守护在这里 已有整整三千年 只为等到真命传人的出现 起初对小子的话 大春并没有当回事 我总能听到你吹笛子 很好听 这不禁引起大春的好奇 因为他手中的笛子可不是一般的笛子 整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听见这笛声 为了证明小子说的是真是假 大春便吹响笛子 奇料不论他真吹还是假装吹 小子竟都能全部答对 什么曲子 没听到啊 没声音啊 毋庸置疑 小子就是那个人 随后小子就找到身为考古专家的母亲 并将自己穿越回过去 还有龙珠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 奇料母亲听后 只以为是女儿喜欢电视看多了 全然没当回事 可从那之后 小子像是出现幻觉 看着面前花瓶的图案 竟自己动了起来 就连枕头上绣的龙 也都自己动了起来 小子知道神龙需要他 于是决定干点什么 可眼下根本没人相信他们 没办法 两人只能另想方法 他们趁天黑偷偷进入墓穴 按照大春说的 果然成功打开墓室大门 然后将古书展开 放在皇帝和皇后两座石棺的凹槽内 随即拿起大灯一照 灯光通过小孔射出的光线 正巧照到后面墙壁的图腾上 就见一个锯顶出现在眼前 而眼前熟悉的场景 前世的记忆再次在小子大脑闪过 女孩只是对着万年锯顶流下一滴眼泪 殊不知正是这滴眼泪 竟是打开锯顶的钥匙 随着顶被缓缓打开 一道刺眼的光芒从里面射出 定睛一看竟是蕴藏无穷能量的龙珠 而丢失龙珠的神龙已经被困地下三千年 有了龙珠神龙就能立马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女孩小心翼翼刚要将龙珠拿起 装进提前准备好的布袋 本想将它赶紧还给神龙 不料他们刚转身 身后就出现三个黑衣人 而他们的目的正是蕴藏神秘力量的龙珠 面对三名身强体壮的盗墓贼 俩人依靠灵活走位好不容易摆脱 紧接着拿着龙珠就朝龙王庙跑去 成功赶在他们之前来到寺庙 结果就在小子刚要进地宫时 黑衣人就将他拦住 龙珠也被他们抢走 好在大春及时赶到 小子瞅准时机抱着龙珠刚要跑 结果被其中一人拦住去了 而龙珠也在争抢过程中 暴露在所有人眼前 与此同时 地下的神龙也感受到龙珠 开始躁动不安 而此时黑衣人成功拿到龙珠 下一秒就见大春被牢牢定在空中 依靠龙珠 轻松将大春打倒在地 大春刚要反击 而这就是龙珠的神力 可以让一切靠近自己的东西停住 随即又利用龙珠控制武器 全部瞄准所有的人 危急时刻 小子立马哼起只有他们听到的那首歌 成功扰乱了男人的计划 这时小子的妈妈也及时赶到 控制住男人 趁他们不注意 小子立马抢过龙珠刚要跑 不料一个不小心被绊倒 人和龙珠直接掉下万丈深渊 而小子的呼救声也被地下的神龙听见 当即冲出山洞 救下小子 看着朝自己飞来的神龙 小子也趁机朝神龙扔出龙珠 神龙顺势直接将其吞入腹中 刹那间神龙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紧接着便消失不见 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